我們是交通人數業總工會的代表 我們現在見到在市面上很多的車種 包括五間的專型巴士、專線小巴 他們經常都在說不夠司機、請不到司機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是人工低、壓力大、風險高 什麼叫風險高? 交通意外一向都多了,在香港來說 是一個風險高的行業來講 好像我們比例,找一個警察來講 他們因為風險高,所以人工會高 我們很希望做一個職業司機 他的人工可以和他的風險或者壓力成一個正比例 香港現時來講,很清楚的 是不可以輸入職業司機的外勞 但是大家傳媒可以去旺角看看 在旺角的奶路神街,對出中旅社 起碼有兩至三間的旅遊巴公司 裡面全部都是國內的司機 連一個本地司機都沒有 那些是講香港去廣州或者叫他們去很多條線 他們的人工現在只有九千元 如果要輸入外勞 五間巴士公司他們都符合資格 但是財團 他們再輸入外勞,是不是把他們的工資壓低 再加上各位司機的開車文化 和駕駛態度和我們本地的是有差異的 到時的安全道路的隱憂會不會提高 這些由市民去定員 另外,在澳門來說 在澳門的地方 他們都是不可以輸入職業司機的外勞 香港已經二十年裡面 一路的人工沒有增加 澳門的司機 他們的人工已經高過我們香港很多 那試問下,如果再給職業司機輸入外勞 我們的人工沒有增長 只會倒退 一路惡性循環 是不是大家全部對 以後的時坐巴士都是國內司機 坐專線小巴也是這樣 或者去到再差一點的的的士 貨車、旅遊巴 全部都是國內司機 到時的香港的道路 我不知道究竟是提高了安全性 還是變差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反對抗大師的外勞 反對抗大師的外勞